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要聚焦在 結束了G20 20國集團 跟著APEC 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因為這些來說 大家都要看下 這個是中國疫情之後習近平第一次出去 而且是比較大家聚焦著很多國際形勢 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透過這三次重要的會議 李克強出席的東盟10加3 完了 跟著就是習近平出席的20國集團 現在還有就是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跟著人家西方又有他們的G7 七大工業國等等之類 其實這段時間裏面的重點都是在亞洲的 G7那些都不要理他了 好了 這裏值得說的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香港人不妨可以透過這些東西 提高一下自己的視野 不要鼠目串光單單盯緊香港 跟著你就吐這樣吐那樣 是吧 跟著就是裏面看到策略是怎麼玩的 好了 這次先講20國集團裏面 習近平見了九個外國的元首 九個 跟著就去到這個 這個民谷 即是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 他又會見岸田 這個詳情大家已經看了新聞的了 我不詳細講過詳情 和岸田民雄等等 不過呢 跟英國的新首相 這個新禮城本來就會見面的 但是結果後來取消了 那就是英國那方面的解釋呢 就是說 忽然間有導彈打了去波蘭的境內 死了兩個人 所以他們要立刻處理了 中國在這方面的反應是很平淡的 又沒有罵 又沒有 就是總之談就談 不談就算了 總之很平淡的 好了 不過有一個小習曲 這個小習曲就是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大家記得 凡親開這些大會裡面 當然是一個很隨意的 就是很一般的大家聊聊天啊等等 這次沒有大家集體拍合照 因為每次大家都會去 穿那裡的地方的民族服飾 或者代表的服飾 那就是大家拍的 今次就沒有 因為有俄羅斯的代表 雖然不是普京 是俄羅斯的外長 那大家都說不拍的 就沒有了這個了 那跟著就是都有一個場合 大家在那裡互相聊聊天啊 杜魯多就在十五號 十五號 就在聊天 其實是很隨意的 就是他故意安排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誰人找誰人去聊呢 其實心中有數了 你誰不想跟這個人聊呢 你就避開他 那這個來講 以前採訪的時候 大家都盯緊這個身體語言 究竟是怎樣的 那這次杜魯多呢 就在十五號裡面呢 就跟習近平有短暫的 大約十分鐘左右 那大家聊一聊 聊什麼呢 不知道 不過後來加拿大的傳媒就報道了出來 就說杜魯多認為中國是干預加拿大的內政 包括他的選舉 也都有提過孟晚舟事件等等 那這些呢 結果加拿大的傳媒就寫了出來 那很明顯就是一定是杜魯多 就說了給人聽 如果他不說呢 或者他沒有說給自己的官員聽 官員有沒有漏出去呢 你即使在現場利用 嘩 搖他的那個偷聽器 你都沒有那麼清楚的 結果呢 習近平在十六號就覺得你這個是不對的 就是習近平在十六號那次又有一個短暫的碰頭裡面 就說你不應該將這些東西是講給傳媒聽 他用的字眼是不合適的 跟著如果你是有誠意的話 中國那方面的版本 如果你有誠意的話呢 你就應該用一個相互尊重的態度 就是說 你就私下跟我說了 你要不要跟外國傳媒說 跟著中國的概念就是說 認為外國是用傳媒來壓中國 或者就是玩宣傳戰 那個過程就是這樣 好了 值得跟大家講的 其實這個呢 這個小插曲是反映了東西 中外 一個政治文化不同 以著如何處理的一個方面來的 好了 如果以加拿大 加拿大是西方國家 他裡面為什麼他講完 講完之後覺得沒有問題的 杜魯多的語言 這是自由的 開放的 公開的 坦誠的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我對回我自己的傳媒講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西方的體讀 原來這個就是一個西方 你說慣例也好 怎麼都不是規定 是慣例 慣例裡面有一個叫做Chatham House Rule Chatham House Rule 這個呢 在英文裡面 Chatham House 就是七銜 香港也有一條七銜道 這個就在西方是慣用的 這個Chatham Rule 就是這個所謂的規矩 這個內容是怎樣呢 它不是一個法例 不是一個規定 但是一個大家的慣例 一個共識 就是說在這一類的活動裡面 每一個人 每一個與會者 它是可以講回自己講了的內容 對外講了自己的內容 不過規定或者規矩 你是不可以引述別人講了什麼 就是別人反駁你的內容 或者別人承認了你的內容 怎樣都好 你是不可以講的 這個就是Chatham Rule 那這個呢 在英國有一個地方 這是他們外交部經常搞的國際性的會議來的 那中國都經常有人去的 中國黨校啊 大陸的中共黨校啊 和這個中國駐英大使館裡面的人都經常去的 他們明白這個Chatham House Rule 那個規矩究竟是怎樣的 那總之呢 我講我自己而已 它裡面講明不錄音的 那你跟著 你對外講你自己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可以講別人的東西 那現在杜魯多就用這樣的東西 那我只是講我自己而已 那我又沒有講你習近平的反應是怎樣 那人家就按這個概念去做事 好了 跟著呢 人家的概念 它就說 即使我不講的內容 但是我的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記者在現場都會捕捉的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回那個片子 那那個片子裡面呢 大家怎麼演的就自己去看了 但是在西方觀眾的眼中呢 就變成了杜魯多就很casual 很自由 習近平的反應就有些局促了 在中國的觀點呢 這個來講習近平是異政慈嚴 去駁斥你喔 所以中國的字眼是叫做面斥 面斥是當面去訓斥你的 那所以我兩個人都把字出來 這裡呢 其實說明了 中國或者外國的領導人呢 外國經常有一種叫做media training 即是傳媒訓練 或者他們現在已經不需要傳媒訓練 因為個個都習慣了 每一次出去的時候呢 都會和那些智囊 大家去嚴正一下 有些人扮外國記者 然後去砌你這個領導人的 所以去演繹那個如何應對 中國領導人很少有這種東西 是吧 只要上面那個你下面來領會的精神 下面怎麼會接受你的記者 或者扮外國記者去質他而已 中國不會的 不過中國第一個領導人做過的就是趙紫陽了 這些是日後再跟大家講的 他在1987年第一次接受media training 結果呢 效果都不錯 所以他在十三大中共十三大出來去應對外國傳媒 當時四百多個記者現場 現場去直播他都答得相當不錯 那這次就不知道了 於是呢 慢慢再看下去呢 就有很多演繹 演繹就是杜魯多奇他這樣做 你猜是不是故意的呢 那你說他故意的 可以的 因為人家覺得沒問題嘛 我是根據你的慣例而已 但是如果中國說你是故意的 你是政治化搞這些東西 那中國這方面的觀點又對過 只不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的受眾是誰 你的受眾 你的片在外面出的 受眾是外國的觀眾來的嘛 人家當然是用他們的角度來理解的 是吧 所以去到這裏的問題的時候 人家說即使是杜魯多 就是故意漏出去 但是你再看內容 沒什麼了道的 他講中國介入他的選舉 是你講的 如果你是從那個回應的方法來講呢 你就說你的講法是不對的 那你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的 是吧 那所以關鍵是受眾 是吧 那跟著呢 也都是一個長期形象的設計 那中國呢 這次呢 都有一些形象設計的 那所以大家呢 透過這些東西呢 不妨可以看得細緻些 好了 所以形象設計 我就立刻舉個例 就是習拜會 我那次也講過 究竟是習拜會還是拜習會呢 有與病的 就是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呢 你都可以習和誰會 但是拜登的中文名翻譯是拜的嗎 所以習近平不是拜會 你 習近平經常是應邀出席的 應邀去和你見的 所以這次中國官方的傳媒是怎麼形容呢 他就說習近平和拜登的見面 在哪裏啊 是在習近平住的那個地方 是中國代表團的住地來的 是拜登你來的 習近平的主場來的 那當然 嘩 我是主的 那這個來講 不知道是跟以前那個應邀去對話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不同 總之呢 今次就是中國的解讀呢 就說 暗示 中國才是主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是先站在那裏的 然後拜登才出來的 好了 中國的宣傳還有一點 他說你拜登經常在這些會議裡 那裏面是禮遲的 經常遲到的 要人等你的 那這次呢 拜登悍有地準時出席喔 這個是中國那方面的 你說正式的不會的啦 用各種顯示出來的 結果這次就說拜登悍有準時喔 那跟著呢 整個的時間是沒有超出預定時間的 大家講了 預定有這麼多這麼多 是三個多小時的喔 大家到那裡停了 沒超時的話 這個是一個訊號來的喔 如果你是超時 無非是兩個解讀 大家談得很好啊 超過了預定時間 這個國際上經常有的 以前李克強去到英國 大家聊天都會超時 那另外一個不好的 就是超時就是因為吵架喔 以前美國總統下台了 奧巴馬 你看回他的回憶錄啊 有一次就去到某個中東國家 聊聊聊 聊到過了時間喔 就是因為他要反駁對方 結果下一個報告呢 就要人等了 所以這次這個集拜會是沒有超時的 就是證明大家做完那套大龍鳳 我要講的 我要表達的 搞定之後呢 大家回去自己各自做事 謀定而後動 所以這次最大的信息 不是說雙方有什麼新的政策 而是說雙方都願意在世界人的面前做一套大龍鳳 然後告訴大家 暫時中美的對抗是不會升級 那大家稍微安心一下 跟著大家回去 謀定而後動 下一波是怎樣呢 大家都各自準備 尤其是芯片戰 這個我過去講過 不講了 是吧 所以去到這裏的時候來講呢 就是 我經常講外交 你除了講實力 講厲害之外 你那個宣傳的形象都是很重要的 是吧 那這次呢 都可以講是一個插曲啦 因為為什麼加拿大 加拿大為什麼杜魯多會這樣玩呢 其中一個 這是猜測的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習近平這次出去 跟很多西方國家都有雙邊會議 美國啊 日本啊 南韓啊 韓國啊 跟著 跟九個國家 阿根廷 非洲都有啊 但是總是沒有了加拿大 那據說加拿大提出過 結果不騷擾你 因為中加的關係呢 都還是在慢慢緊 但是大陸和澳洲 中澳關係都不是好的 它又見了啊 所以從這些來講呢 逐單逐單計數了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來講呢 大家透過這些 怎樣提升自己的國際上的認知 和看到的巧妙的東西呢 最重要的 有些時候你看到 即使你不認同 你都不要 你都想到一件事 這些信息一出去呢 一定在國際上 在對國際的受眾裡面起作用的 中國的民眾是看不到的 所以效果就要看這些的 真正出現的效果來計算了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又講了一些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節 但是由微知著 由小見大來看看很多的國際問題 涉及到香港的應該怎麼處理 因為李家超都是這個APEX 香港是成員來的 陳茂波他又是中國代表團 在G20裡面的成員來的 所以這些來講呢 都是要關注的 是吧 好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先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